三个月的仙都府已建成 魏英还没有醒来 温若寒极了 蓝望姬也开始恐慌起来 为什么都三个月多了 魏英还不醒来 转眼蓝望姬被迫接任仙都半年了 魏英还是没有要醒来的迹象 蓝望姬很是失落 这天蓝望姬忙完手里的事 又来不夜天看望魏英 刚到不夜天 就碰上自己兄长蓝西辰 蓝西辰看到自家弟弟越来越冷的脸 默默叹起 哎 旺姬现在脸上越来越没情绪了 也只有无限才能激起她的情绪 蓝旺姬向前失礼兄长来赐何事 蓝西辰道 温宗主传信问我 咱们家藏书阁看 有没有对无限有帮助的书籍 我来告诉她 我们都找过了无限这种情况 就是修炼怨气 度劫后遗症 旺姬这是去看无限 嗯 蓝旺姬应到蓝西辰那走吧 我也去看看无限 说完 二人刘云阁走去 二人看到刘云阁门口守卫行礼 韩光君则无君 蓝西辰 无须多礼 你们少主还没醒吗 秉则无君没有 那我们进去看看 守卫推门 请二位进入 兄弟二人走到床前 看到魏无限静静地躺着 脸色还是有点白 比较之前好多了 蓝旺姬让守卫打盆温水来 守卫提进一桶热水进来 蓝旺姬说 兄长回避 蓝西辰默默走到里间屏风后 蓝旺姬给魏无限擦拭身体 换好衣服 让守卫收拾东西出去 蓝旺姬坐在床边看着魏英 不知在想什么 这时魏无限睁开眼悠悠醒来 就看到面前有个人 魏无限看到她的容貌后 被惊艳了一番 不禁愣住了 一件雪白的执巾长袍 衣服的垂感极好 腰束月白祥云纹的宽腰带 旗上只挂了一块玉质 极佳的墨玉 形状看似粗糙 却古朴沉玉 乌发用一根发光高高竖着 插一根玉蓝发簪 额前一条卷云纹抹额 而且有几缕发丝被风吹散 和那抹额交织在一起 显得颇为轻盈 她白皙的皮肤 像鸡蛋膜一样吹弹可破 在阳光的照射下 显得更加迷人 又长又密的睫毛像 两随着呼吸轻轻的只蝴蝶 时不时地上下偏飞着 随着呼吸轻轻地扫过皮肤 一双琉璃眸虽然清澈 但却一眼望不到底 如樱花般怒放的双唇 勾出半月形的弧度 美得让人惊心 这简直就是美男子啊 要是再放个电 这种容貌太痒眼了 魏无羡看着她 痴痴地想到 蓝忘机看到魏无羡醒来 很是激动 魏英你醒了 魏无羡不认识这人 也没回答她的话 蓝忘机看到魏英一片茫然之色 有些心酸 魏英不记得她了 把她忘记了 魏无羡痴痴地看着蓝忘机 心情又愉悦起来 怎么样 好看吗 她说话的声音磁性 温柔 像是重力的吸引 每分每秒都想象着 她的声音靠近 好 好看 魏英望着蓝忘机 痴痴地说 哦真的 蓝忘机那绝色的魏英 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弧度 你醒来不如 你嫁给我怎样 这样 你就能天天看了 屏风后的蓝希臣 听到蓝忘机的话 惊讶到了 蓝希臣看见自家弟弟 竟然这么不要脸 张大了 嘴巴一脸惊异的模样 好 魏英回过神来 对了她一句 好个屁 想娶本公子 你想得美呢 哼 啊 不是我是个男人 男人你知道什么是男人吗 蓝忘机看着炸了毛的某人 嘴角的孤度更大了 那我们就来日方长吧 说完 便出去了 魏英看着远去的某人 嘀咕了一句 真是莫名其妙 蓝希臣从屏风后走出来 魏无羡看到蓝希臣 你怎又从哪里出来了呀 蓝希臣说 蓝希臣我是大哥希臣啊 你怎么不认识我了 你们是两个人 是 魏无羡说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发生什么事了吗 蓝希臣说你慢慢想我先出去了 魏无羡凭着记忆 回到乱葬岗修炼院起 杜元英杰后来晕倒现在的 回到了奇山不夜天 舅舅的家族 门口守门的两个守卫 是舅舅命令 在看守的 只要看到少主醒来 就立马去禀报他 对其中一个侍卫 立马去禀报了宗主温若涵 韩月轩 什么阿英醒来了 温若涵道 是的 少主醒了守卫说 少主醒来 好像忘记了很多事 就看韩光君和泽吾君都不认识了 温若涵说 这不可能吧 温若涵 说着就往刘云阁走去 阿英你行了 可有哪里不舒服告诉舅舅 魏无羡看到进来的舅舅愣了愣神 很快就恢复过来 舅舅你来了 我没有哪里不舒服 温若涵说 我听说你忘记了很多事 蓝忘记都不记得了 蓝忘记是谁 看到这样的魏英 要不是记得以前 他说喜欢蓝忘记 还真以为 这是假的呢 魏无羡说着 露出了一抹阳光的笑 来到魏英的住处 就看到在发愣 看到温若涵走进来 很快就恢复过来 怎么样阿英 舅舅你来了 我听守卫说 你不记得蓝忘记了 舅舅蓝忘记是谁啊 要不是知道他度结婚迷半年 看到他的笑容 恐怕还真不相信他的说辞 温若涵就把他从仪灵 带到云深不知处 到二人定下婚约 再到魏无羡度结婚迷不行 都讲给魏无羡听 魏无羡听了后 睁大了眼睛最不张的大大 不可思议 伴赏魏无羡回神 舅舅我是男孩子是吧 温若涵是啊 那个俩的男子 怎么会成亲 这就要问你了 好了 阿英你现在醒了 我可以闭关修炼了 组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温若涵说完就往外走 魏英连忙问舅舅 你什么时候闭关 温若涵说明天一早 魏无羡听了 眼睛转啊转的 那舅舅早点休息 嗯 温若涵不知道的 是被自家外甥给坑了 如果他那天晚上 就闭关魏无羡也不会偷跑 这一走就是离两年 魏无羡听说自家舅舅 明天闭关心中欢喜 他可不想管理这么大一个家族 还有兰家的婚约 自己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 怎么成婚 今晚舅舅 好像说婚期快到了吧 我还是先出去走走再说 夜色渐渐深了 现在出了当职的人 多数都进入梦乡了 是个好机会 此时不走 更待何时 魏无羡给温若涵留下一封信 偷偷流出不夜天一路 往乱葬岗而去 魏无羡来到乱葬岗 红云从血池出来 老祖你来了 嗯 红云姐姐把乱葬岗上那些鬼魂就集合起来 有去投胎的我送他们投胎去 红云退下去 召集乱葬岗请所有鬼魂来到魏无羡面前 魏无羡说 有去投胎往前站 鬼魂们听了有一半人去投胎 魏无羡拿出笛子吹奏安息 出了三天三夜 送走投胎的鬼魂 魏无羡送走一部分鬼魂 去投胎天降功德 魏无羡从原因初期升到圆满 剩余的不愿意投胎魏无羡让他们修炼 有一些鬼魂愿意和一些傀儡走失融合 又让一些傀儡走失有意识 魏无羡吩咐傀儡走失 随他去怡陵购置东西来建造乱葬岗 现在仙都府就在怡陵仙都 也在府上 怕被蓝望鸡仙都碰到 就和走失们乔装一下 顺着一天小路下山 这天小路出了魏无羡 无人能知 魏无羡购置了很多建设材料 放乾坤借礼 又买了一些 就就回到乱葬岗 开始他的建设 有一老鬼 他的族人 有木工 还有建筑工 魏无羡安排他们建设乱葬岗 他则去研究他的符咒 就这样 魏无羡在乱葬岗一呆就是半年 魏无羡在乱葬岗一呆就是半年 按摩